有什麼感覺呢? 很神奇,因為很久我們沒有在一起 幾個人一起一起做 我們這個組合是挺特別的 有多特別呢? 也挺特別的 雖然不是同台,但我們一起在台下聊天 圍在一起也覺得挺開心的 還有那種無論是在做事 身邊都會有聖夢的朋友一起 所以其實心情都會好一點 還有身邊的他們陪伴 會心安一點 即是在準備或者在彩排的時候 可能我們在彩排 彩排完之後我們都會問對方 剛剛怎麼樣? 或者有沒有一些地方可以收拾 或者你覺得我們有沒有一些地方可以改進? 然後又有化妝梳頭 我們也可以聊天 覺得一起出工作是好玩很多的 好玩很多 開心很多 你去哪裡讀書? 我是選了廣州的星海音樂學院就讀 因為其實本身大家看到我收到Berkeley的提供 大家全部都好像密認了我一定是去這間學校 但其實我一直以來去傳這個信息出來 都純粹是因為報答自己的喜悅 因為這間學校是我自己覺得很好的學校 所以純粹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還有自己都去旅行的時候 都在那間學校走著走 還有因為一開始都是收到他們的Direct Offer 因為他們是看回高中三年那個平均值的成績 過了關就過了關 所以他是不看DSC成績的 所以當時就去旅行去逛一下 還有去感受一下那個氛圍 自己都很喜歡 但是最後都是選了適合英文學院走 會不會後悔呢? 會不會後悔呢? 其實去走完之後 我自己都很喜歡那邊的感覺 但是也不會後悔 因為這個選擇做了就是做了 我覺得真的沒有對與錯 因為其實人生有很多選擇 都是要去做的 所以我覺得可能在升學音樂學院 讀完之後 我會再選擇去美國 再去進修或者讀Master 就是多一些城市的不同的學習氛圍都感受一下 嗯 那Yumi今天也會拍戲嗎? 其實接下來都在拍劇 其實現在都已經在拍劇 那我的劇名就叫《特勤女團》 那我的爸爸媽媽就有少美琦前輩 還有關里杰前輩 還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藝術 那我也很開心 就是今次是 我都算是正式第一次拍的一套劇 就是青春本我不算 為什麼不算 因為是玩 我覺得 很認真的 對 還有有一群好的朋友一起拍 就是跟現在這一套劇很不同 還有這幾天的經歷就是 都要拍到好東西 然後我又很不習慣 因為有時候真的會拍到朝早天亮 是有少少辛苦的 但是我也很開心可以認識 一群好的人 還有 我都在劇中也學到很多東西 還有拍劇之外 我接下來都會開學 那我自己都決定了讀 《Hong Kong Youth Space》 那為什麼讀《Hong Kong Youth Space》 就是因為我DSE的成績 就未如理想 還有之前 其實放了榜之後是有提供的 都有不同的大學的讀書 但是我覺得 為什麼不選那些呢 因為我想再讀《Hong Kong Youth Space》 很開心 因為這個MV其實 這首歌 我覺得是 對我來說都頗重要 頗有自己一個故事 在裡面的 那我就覺得 這個MV 我很想要 某一些情節可以呈現出來 那這次去了泰國 就拿到很多不同的漂亮的一些風景 還有 跟這次的導演 都是跟上次《Dirty Rhythm》一樣 那我們就談了很多不同的 一些畫面上的東西 我想要一些故事 或者一些情節 那他都給了我很多自由 去發揮的 所以 是 我覺得這次的MV 有血 有淚 有汗 就是很多很多很多 幾難忘的一個回憶 那大家可以期待 你覺得自己的表現會不會滿意 給自己多少分 嘩 我覺得我永遠都是 可能 五十九或者六十分那些位 因為我覺得每一次的 Performance 或者每一次的劇集出來之後 都是一個很好的 反省的機會 因為始終自己都會覺得 自己有不足的地方 那我覺得 今次體驗了這個新的劇種 就是叫做 警察 去飾演這個職業 我覺得是很好的一個經驗 令到我之後 如果再有類似的一些 機會的話 可以更加好的發揮 你做歌手 還是演員多一點? 兩個都喜歡 兩個都喜歡 對 兩個都喜歡 我覺得是 不同範疇的東西來的 但是同時間 他們都可以互相幫助到對方 對 你什麼時候再拍劇? 這個就未清 未知的 未知的 希望可以就快有機會 希望可以再做多些 不同的角色給大家看 Mindy 剛剛不如你過來 你這個收穫很豐富 是的 收穫非常豐富 因為其實我覺得 經常去不同的城市 或者地方去逛逛 自己那個 燥藝都會加深 還有有些事情 就是讀萬卷書 不如走萬里路 所以真的 出去會發現 那個環境 跟自己看照片 或者上網查資料 是很不同 其實讓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 加上一些人 其實經過的時候 都感覺到他們 走路是 很 proud of自己的感覺 還有他們是 真的可以散發出 他們自己 屬於自己的美和氣質 他們讓我感覺到 美是沒有一個標準 即是他們 無論是身材 高矮肥瘦 都會穿他們自己 喜歡穿的衣服 所以我真的 很喜歡這樣的氛圍 而且也覺得 收益也是很多 跟你們說的那首歌 是的 他們是 proud to be themselves 不只是women 就算是男人 他們也可以是漂亮的 所以真的 覺得很開心 可以有些事情 你認識到一些朋友 或者有些疑惑嗎 沒有 沒有 因為我和我的朋友 一起去的 所以就沒有特別去 主要都是去玩的 想問一下林志樂 你首次嘗試做DJ 可以說一下你的感受 很特別的 因為其實是一個兩個小時的節目 還要是 因為他的時段 就是六點到八點 所以大家在那段黃昏的時候 究竟有一個什麼 去說 還有選擇什麼歌 都很效果 還有今次要選五十隻歌 分兩天播 所以都很特別 有感覺 有什麼挑戰 有緊張 有什麼 有嚇嚇的情況 有嚇嚇的情況 有嚇嚇就沒有 因為所有歌都是我自己選的 所以其實由第一首歌 到第五十隻歌 都好 每一首歌對我來說都是有故事 所以都能說下去 但是可能有一些轉折位 就要剪剪 還有他們都很好 有guidance 一直介紹我們去做 所以就不如趁 九月之前 就去一個短短的旅行 然後回來 就繼續 拍攝自己 有什麼要做 可以透露一下 九月要開學 笑回歸個學壇 好 所以就要去一去旅行 回來再繼續 你三個剛剛去旅行 Yumi會不會 你今晚會去旅行 我明天就會去一個短短的旅行 因為接下來也不用開劇 所以我明天就會去一個比較近的地方 就去旁邊 中華 中華 不是 澳門 就是澳門 短短一個旅程 讓自己開學之前也輕鬆一下 謝謝大家